整装待发 艺文中心里头弥漫着紧张又兴奋的气氛 由行政院原住民组委员会主办的 3H动力工程计划活力健康操比赛 今年是迈入了第四届 全国总决赛在县府园民处积极争取办理之下 今年总算是遗失到了台东县 5月5号在台东艺文中心登场 为期两天在第一天进行的是一般组健康操的决赛 包括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陈章培伦 台东县长黄建廷 行政院原民会多位的族群委员 台东县议员花莲县议员 还有许多来宾与会 就是要为这些为部落卖力争取荣誉的队伍加油打气 再一次的代表我们原民会和我们林主委 感谢黄县长还有感谢吴处长所带领的工作团队 愿意承接这么复杂 然后让你们工作量非常多的活动 这个3H动力健康操比赛 从一百年办理之后 我看到的在部落里面在台东 把整个部落都动起来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3H动力的 系列的这样的活动 深植这样的一个 大家这样希望追求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为了欢迎来自全国经过区域出赛后 出现的24支队伍 台东县政府原民处总动员 让大家感受到台东的热情 我们很高兴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 虽然原民处的同仁们辛苦了一点 但是我相信能够让这么多原住民 同胞在台东交流 然后我们也为台东带来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游客 这几天非常的热闹 期待这个3H动力的计划 能够持续的推动下去 也真正为部落带来更多的健康 更多的希望和快乐 那么尤其黄县长当他知道说 这次来参加活动的 大概大半以上的成员都是老人家 所以他特别的自己亲自出马 拜托了台东县一些还蛮不错的一些饭店 提供住宿提供饮食 台东县政府这次跟我们会里面合作 不只是办一个活动而已 他更以一个关心我们族人 那么充分展现台东人的热情的一种方式 首次将全国赛事移师到台东办理 县府圆明处规划以选手为出发点 以开心贴心安心之三心为概念 将远到而来的每一位参赛朋友当作是贵宾 满意台东人给予的服务 并且获得最美好幸福的回忆 在围棋两天的赛程当中 希望每位远到而来的选手 除了在舞台上展现活力之外 也能够尽兴地欣赏台东之美 东台新闻李婉珍 黄新平 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